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上次已經講完了 peer social status 就是所謂的 popularity 所謂的人員 就是一個小孩子在團體裡面 他到底是不是受歡迎 以及如果他不受歡迎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幫助他 那今天我們換一個主題 我們還是在講同儕的團體 但是我們從peer group structure 我們從同儕團體的結構來看一下青少年同儕團體的特色 那我們先來講講看 就是如果是青少年跟兒童相比 那有研究者就說到底青少年的同儕的團體的結構 到底跟孩子的團體結構會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我們舉出四點來 第一點青少年跟孩子的同儕的結構的差別呢 就是 hetero genius 所謂 hetero genius 的意思就是一直性非常高 就是到了你想想看嘛 小朋友他的同儕會是什麼 他可能在家附近有一群鄰居小朋友一起玩 或者是說他在學校裡面 同一個學校可能就是背景非常類似 或者居住地區非常類似的孩子在一起玩 然後比如說在教會 也可能是在教會裡面的一群孩子是背景相似的 至少大家的宗教信仰是相同的在一起玩 可是慢慢到了中學 甚至到了大學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大家的來源 大家的家庭背景或是背景就非常不同 而且小朋友小的時候呢 他通常的團體都是單一性別 可是到了大以後就會變成男生女生夾雜的都有 然後每個人的過去的background也會差很多 所以 hetero genius 是一個特色 那第二個特色呢 就是通常到了青少年期以後慢慢的你就會發現說 很多的團體他們需要有自己的ruth and regulation 比如說尤其是比如說像你到了大學在社團裡面 他一定有一些規則或者是一些規定 或者是說你要參加什麼活動的話 大家怎麼樣討論事情 有一些默契有一些規則 然後再來呢 就是慢慢的到新少年期 很多的團體會有leadership and formal election 他慢慢就變成一個小社會了 這個小社會裡面可能你要特別的選出領導 社團的負責人 然後呢會要經過正式的程序來做這件事情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mixed gender 就是會有不同的性別的人同時參加 那這像小朋友的團體很不一樣 小朋友自然而然就會男生聚一對 女生聚一對 可是到了青少年以後慢慢的越來越不是這樣 那有一個學者叫做dolfi Dolfi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整個團體結構 以及男生女生的那個就是性 在不同年齡層的男生女生的 在團體裡面的結構 他做了一個表 然後說了一個發展的狀況 請你翻到課本上的308頁 你會看到左邊有一個圖 他告訴你說通常我們在講peer group relation 在青少年期的時候有五個階段 那隨著年齡的發展 他會經歷這五個階段 他說第一個階段是男生女生 你看他的那個圖形各用一個顏色 表示男生跟女生 那當然他這邊就是男生用藍的 女生用粉紅色 就是很傳統的我們對男女生的那個 色調的刻板印象 然後你會看到下來有白色 那白色是就是mixed gender 意思就是說這個團體裡面同時有男有女 他說剛剛開始的時候呢 孩子們的團體呢都是單一性別的 男生一個方塊全部是藍色 女生一個方塊全部是粉紅色 然後接著到了第二個階段開始 就會他們之間會有一些group interaction 他們會有一些交流 男生團體跟女生團體的交流 好那可是他們雖然有交流 但是畢竟還是各自屬於自己性別的那個團體 到了stage three 那他就會有一個結構上的改變 好那你看到stage three 有一些特別 就是他告訴你說 在upper status的member 就是在這個團體裡面 他的團體相對位置比較高的孩子 在團體裡面的社會地位比較高的孩子 女生的那一錯跟男生的那一錯 會開始形成一個新的團體 那這個團體他用白色來顯示 意思就是說男生女生原來他們各自屬於各自性別裡面的團體 那這些男生和女生呢 他們合起來變成一個自己的團體 然後呢隨著這些意見領袖們慢慢形成了男女合起來的團體之後 到了第四階段就會變成所有的團體 都自己有男生與女生在這個團體裡面 好所以就所有的團體之間他們有交流 但是這個團體呢基本上全部都是男女混合的 好有男有女的 這是第四階段 然後到了第五階段呢 他們說基本上團體就散掉了 好那真的到了成人的世界裡 其實真正的團體比較少見了 好那這邊的團體當然是就是每天 生活休期與共在一起的這些 就是你在大學裡面有的團體 但是慢慢的當你入了社會 當你真的成為成年人有自己的工作的時候 有自己的家庭以後 那麼你其實並沒有真的屬於一個團體 就是相濡與沫整天在一起的團體 漸漸漸漸也沒有這種團體了 因為大家都回歸家庭 要開始過家庭生活 開始要養孩子 所以呢青少年的團體 慢慢全部都解散 然後回歸到一男一女 好變成couples 好那都是couples一對一對一對的 或者是兩男或是兩女 就是現在就是不論怎麼樣 都是成為自己的有一個 intimate 的 couples 然後呢就是變成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而真正的你那個在求學時代 在年輕的時候的團體呢 就慢慢消失了 好那Duffys就講了一個人生的過程 是這樣子的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再去解釋兩個名詞了 在解釋這兩個名詞的時候呢 我其實每次在上課時候 解釋這兩個名詞都要先說一個淡數 就是這個現象在美國文化裡面 是非常清楚的 在很多很多的國家 它在中學期間就是沒有班級概念 孩子們上不同的課都是選課跑班 能力分班 然後每一個主題每一個學科都是能力分班 都是跑不同教室的狀況底下 他們才會對我下面要講的這些 那麼體質這麼的有概念 這麼這麼的有感 但是在台灣呢 卻並沒有這麼明顯 那我还是要讲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现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教育里面的呼声 会觉得孩子们应该回归到自己的学科的能力上面去上课 而不是一整班一整班的 就是自己坐在自己的home classroom 然后不同学科的老师来 那这样虽然对孩子们的学习可能是有一些帮助 可是有一些坏处 那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来讲 那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社会里面 美国的中学里面 不论是junior high 或是high school 里面 他们的孩子的peer structure 会有两个名词出现 一个叫做crowd 一个叫做click 那什么叫做crowd and click 好crowd 是一个我们把它翻成群火 那click 我们把它翻成同胆 其实你要把它翻成死胆 也可以 那更贴切 那个文字上更贴切说明它的意义 好 那所谓的群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群孩子他可能是在reputation based 好 他们是因为他们特有的reputation 他们的名誉 或者是他们的特性 而决定的像什么 好 你如果看过国外的青少年齐的影片的话 你就会看到比如说那些啦啦队的女生都一直会在一起 那些运动员的男生都会在一起 那慢慢的到了年纪比较长之后 啦啦队的女生配运动员的男生 好像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好 那或者是说那些nerd 那些喜欢念书的 然后呢可能在社交上面呢 有一些不这么有skill的 可能会在一起 那还有一些所谓的叫做populars 就是受欢迎的那一群会在一起 那这些populars可能呢 因为他们中学都是没有自己的教室嘛 中学都是在那个大讲堂 大礼堂 auditorial里面吃午餐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有某些桌子 就固定是那些美丽的啦啦队 跟那个很强壮的这个运动员做的 那有一些就是所谓的populars 坐在前面一桌 那有一些就是所谓的nerd 可能坐一桌 然后还有一些呢 我们叫他所谓的independent 好 就是非常就是 以自己为 就是不会去依附到哪一个特别的团体的人 比较独立的孩子 就是会在各地游走这样子 好 所以在西方的社会里面 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呢 就是你通常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看到整个学校或是某些年级的年级的社会结构 就会出现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把孩子分成不同的crowd 不同的群伙 那这些群伙呢它基本上是reputation based 那当然就是我刚刚讲到其实还有一点就是activity 常常去图书馆的那些人 常常在科学实验室的人 常常在运动场的人 那他们会因为他们的activity 而有不同的这个团体 不同的群伙 好 那在同一个crowd里面的人 是不是interaction based 就是他们是不是都很熟悉呢 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呢 如果他在同一个群伙里的话 不尽然 就是有些crowd 可能比较大 就学校里面的人比较多 所以就是这个crowd 里面可能有很多人 你不一定在这个crowd 里面 你属于这个crowd 你就认识所有的人 但是你还是可能认识大部分的人 都是属于这个crowd 里面的 好 那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 这个crowd 它有什么功用 那有一个功用当然是self identity 当然是决定说我自己 我的自我认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呢有self identity 如果你的这个 就是这个团体你自己觉得 这个群伙你觉得你还满 满骄傲的话 那当然就是配合的是你的 自尊也比较高 那当然如果说 你认识的朋友呢 并没有在学校里面 是一个被人重视的crowd 的话 那当然你的self esteem 自尊就比较低 好 所以呢 当然最 就是self esteem 最高的 在美国 好 在台湾不尽然 在美国 self esteem 最高的就是运动员 好 因为美国非常重视体育 还有就是 the populars 那些就是所谓的受欢迎者 其实是的确是 self esteem 也比较高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发现说 这些 independence 这些他觉得他不必去依附到任何一个团体里的孩子 有些他们其实就是很自我主张 很自主性很高的孩子 其实他们的self esteem 也是很高的 好 那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高self esteem 当然是很好 但是也有一些 low self esteem 的小孩 比如说他可能是走颓废风的 因为美国就是有些孩子就是 每天都穿得很 很像那个什么 mohawk 梳一个特别的头啊 或是什么怎么样 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有一些特别的状况 他们聚集在一起 那可是这些孩子呢 他们就可能是 low self esteem 那还有一些孩子他不是所谓的 independence 他被认定为是 nobody 是 nobody's 的一群 就是 nobody's 不一定跟 nobody 做朋友 但是他就是在整个的学校的团体里面 就是一个被人忽视 好像他是乖乖牌 然后可是他也不跟谁交往 然后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才艺 然后不被大家看见 就这样子在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 peer structure 里面就这样淡出了 那这种孩子有没有呢 也是有 而这些孩子呢他就是 self esteem 是很差的 但是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就是在学校里面就这样被人家忽略在一边 好 那其实这件事情是蛮可怕的 因为美国没有固定的班级 没有固定的座位 所以因为你整天都在跑来跑去 然后下课时间很短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你如果没有一些主动性 不懂得怎么去交朋友 然后你没有什么才艺 没有办法进入什么社团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很可能就在那个 peer interaction 的浪潮中 一波一波的浪潮中 就会变成一个破掉的浪化 然后就不见了 可是这些孩子他还是有需要 他还是需要有 self identity 他还是要长大 他还是要有自己的心理健康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会出问题的时候 你去看美国的很多比如说什么 永枪自重的枪杀案什么什么这些孩子 有些时候他们就会说 这孩子并没有 并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为什么忽然跑到学校来 就是开了几十枪 然后做了一些了不起的大事 但是是很可怕的大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孩子 会存在 其实就是这个学校本身 美国的学校本身的整个的安排的制度 会让一些孩子被长期忽略 而且他没有办法交到朋友 可是在台湾不一样 在台湾因为你有班级 然后台湾设计了很多的班级竞赛 好今天把合赛 明天圆游会 后天合唱比赛 什么什么赛 大家都知道嘛 大家在台湾念过高中都知道 就是其实就是班级之间的活动 是很多的 而这些班级活动 就会把同学们一个一个拉进来 一个一个拉进来 让很多原来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 或是不知道怎么交朋友的孩子 很自然地透过这些班级活动 而有交流 所以其实就心理健康来说 我个人是觉得台湾的这样的制度 是值得鼓励的 那么当然你会说因为 同学们能力不同 那你又不喜欢 把同学们分到资幽班跟放牛班 所以就是用跑班制度去解决资幽班跟放牛班的 这个刻板印象的迷思 可是我想就是一个home classroom 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 让孩子们坐在固定的位置上 进水楼台 是比较容易至少因为进水楼台 因为相处的时间久 因为有真正的互动 而让孩子们在青少年期 这样一个很容易自尊低落的时代 能够找得到朋友 找得到人分享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名词叫做click click就是死党的意思 那click这个死党呢 既然是死党人不能多 那你们的课本上给了一个reference number 那就是所谓的死党是什么呢 是二到十二个人 然后最多的是差不多五六个人左右 那我想说你如果有死党的话 你大概差不多是这样子嘛 所以这些死党 他们也许不能够像proud一样 给你一个什么了不起的reputation 但是问题是 它其实是一个 你从家庭 慢慢的脱离这个家庭 到从青少年期慢慢的跟同财接触 然后慢慢要出社会的时候 我们把它形容成它是一个way station 它是一个中途战 它是一个中途之家 就是让你去面对社会 面对茫茫人海的中途之家 这个中途之家让你在青少年期 虽然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少了 然后在学校里面呢 你即使在学校里面的茫茫人海当中 在这个大餐厅大的auditorial里面 没有一个home classroom的时候 这个click仍旧能够给你一个归属感 sense of belongings 至少我知道这群朋友是关心我的 会去找我的吃饭会去找我的 会一起去看电影的 一起做很多事情的 那其实就像台湾的大学生 很多同学们可能刚刚第一次 进大学的时候很不习惯 高中的时候一直都有课 然后就算中间休息的时间 你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应有一个地方去 可是大学生你刚刚上大学的时候 你就是中间有了空堂 你好像没有一个归属感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好像在茫茫的台大校园里面 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好 那所以呢 这个click其实它有一个作用 就是给你一种归属感 给你一个中途之家 给你一个好像有一个地方的 待着的感觉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也会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种 identity 所谓的group identity 那个group identity不是说 我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是说 而是说 其实就是归属感 会觉得说 我至少有一个地方去 好 然后呢 而且呢 因为是click 是死胆 好 那所以你的秘密有人讲 你可以自我接收 可以self-disclosure 然后别人对你有loyalty 然后你可以相信他人 好 可以可以可以有相信的人 有可以有信赖的人 有可以依靠的地方 有可以依靠的人 那这些其实都对青少年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开始的click 可能是同性别 那慢慢的就会变成了不同的性别的孩子 你们都会在一起 那当这个click里面的人 就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人 人的这个性别会慢慢不同之后呢 慢慢也就会 很多时候所谓的couples 所谓的就是后来变成伴侣的人 那其实很早 刚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都是从死党的小群体里面 慢慢开始形成的 所以那这也是一个就是 随着发展这个click会变直 从完全是同一个性别 到不同的性别 然后最后就发展成了这个couples 然后就是像那个 我们刚刚谈那个dumpfist的那个理论一样 就是慢慢发展上会改变 最后 当我在换一个主题之前呢 我想要再说一件事 就是虽然我刚刚说了很多这个 美国学校就是整个的校园安排 跑班制度的坏话 不过我觉得我自己也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的高中生 他们的确比台湾的同学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 在社交上面 会是比台湾的中学生要成熟的 那有一个可能性 当然是因为他们的功课压力 可能比台湾这样的 就是填压式的呢 要稍微的更松一点 所以这些孩子有更多的机会 去发展他们自己的社交圈 人际圈 然后去自己探索 跟社会活动有关的部分 可能是因为这些没有班级的制度 让这些孩子想要在学校这个社会里面 生存的时候 他必须要养成很多的手段跟技巧 那么也许是这些整个的没有班级 没有自动发生的归属感 没有一个他绝对可以找得到的归属的地方的时候 让他不得不快点长大 好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处 就是的确美国的高中生 你看到美国大学生 刚刚就是变成大学生之后 真的是比台湾的同学们 在很多方面都成熟 虽然他们的 除了我说认知能力上之外 就除了认知能力上 除了学科上面之外 他们在很多其他的方面 其实是比台湾的同学要表现得好的 好 那可是又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讲 这些孩子在这样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生的过程中 要突然一下从小学 有home classroom到国中到高中 变成就是没有home classroom的状况底下 他们会变得 有的时候需要用的技巧 如果用错了的话 就会造成很多的mal adaptation 比如说他交错朋友 或者是因为想要找到归属感 而跟一些比如说特别的人称为司大 那我自己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的小孩有机会到美国去念高中 所以他后来就是让小孩子在高中的时候 就到美国去念书 可是后来孩子放假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开始抽烟 那他就很难过 他就问孩子说 你不要抽烟好不好 你为什么开始抽烟 那孩子就很难过的跟他的父母讲说 我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我跑到那个环境去 大家都熟识了 而我为了要进入那个地方的团体 然后想要找到朋友 抽烟是让我能够跟某些人做朋友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他染上烟瘾开始抽烟等等 都是因为需要朋友 因为青少年是需要朋友的 好 那所以 这真的是一件让人听了很伤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想想 台湾的教育制度 不要只顾了一项就是忘了我们其他的优点 而走到别人的缺点里面去 把别人的优势没有真的学好 如果把别人的弱势的地方学来了 那真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从popularity 讲到peer group structure 讲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真的讲到click了 我们刚刚讲的click这个字 讲的死党这个字 那我们下一个主题 就是专门来讲friendship 讲友谊 所以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很好的人缘 但是大部分的孩子可能都会有友谊 有friendship 那友谊当然就是比较更接近 更贴近自己生活的这个friendship的 就是是对每天的生活中 我每天接触每天交往的人 其实对我们的人生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开始讲同侪关系的时候 我就介绍了一个新心理分析学派的学者 叫做Sullivan 那他觉得人就是有一种基本的需求 叫做interpersonal need 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个interpersonal need 会以不同的样貌出现 比如说小孩子小的时候 是会需要一种玩伴的关系 所以是play for companionship 然后随着成长慢慢的 他所需要的是社会接受 是social acceptance 那这个其实就是人缘 对不对 然后再大以后 他说他所需要的是intimacy 那这个亲密感 其实并不是指的伴侣之间的亲密感 而是在同侪里面 能够支持你 给你机会 让你可以有机会自我吐露 self disclosure 以及给你loyalty 对你忠诚 不会把你的秘密随便告诉别人 你可以信赖的人 那这个intimacy 其实就是friendship 最主要的意思 就是真正的好朋友 是可以提供那种intimacy 可以提供你自我吐露的地方 可以保住你的秘密 那这是对青少年非常重要的 那让我们看一下书本上303页 友谊下面 它就有一个标题 叫做友谊的重要性 那友谊的重要性包括什么呢 希望你看了之后也觉得心有所感 比如说companionship 它是你的这个同伴 然后呢stimulation 它给你一些刺激 不论是在知识上面的 精神上面的 或者是也给你一些有趣的经验 或者是就是你们可以一起开玩笑 一起就是因为兴趣 而得到一些对人生的乐趣 那还有一些是physical support 那这个physical 当然不是指的是真正的身体 或是什么 而是它给你一些资源 给你一些帮助 那这个叫做physical support 那第四个是ego support 意思就是说 它会鼓励你 给你很多回馈 然后呢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 是有一个值得 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 那所以它给你很多的ego support 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够好 值得存在有价值的人 然后再来第五个呢 可能并没有这么正向 但是它不免发声 就是social comparison 你最会跟谁做社会比较 其实就是跟你在一起 常常接触的那个人 所以好朋友难免是会有社会比 互相比来比去的这个可能性 那最后一个就是intimacy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很久的 self-disclosure 以及loyalty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友谊 你可以想见到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是甚至超过人缘的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确认你的友谊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研究就是 如果说我们心理学家想要研究 有朋友 真正的好朋友 跟只是相熟的人 他们的互动方式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怎么样认定好朋友呢 诶 记不记得我们在讲social status的时候 我们说popularity 最常有的方法就是提名法 我们用提名法去决定说 在一个封闭团体里面 到底谁是最被喜欢的 谁是最被讨厌的 然后谁的social impact高 谁的social preference高 好 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是要谈朋友的话 我们也是用nomination 我们也是用提名法 但是呢是双向提名 就是比如说请小明提三个 你最好的朋友 然后小明提了小华小英小强 好那你就去问小华小英小强 请你们各自提名三个朋友 你就回过头来看他有没有回过他来提名他 如果有双向提名的话 你们才认定是我这个好朋友 是真正的好朋友 是双向都认为的好朋友 那我们在用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方法 发现就是互相提名为好朋友的人 那他们的互动的quality 互动的品质 其实真的是比较好的 他们比较有loyalty 他们比较多的self disclosure 而且呢他们在真的有冲突的时候 冲突的解决上面也比较有效率 然后比较正向 那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说 Friendship 的quality 他们的互动的品质 确实是比一般普通朋友 或者是只是认识的人 的关系是要更紧密更好的 从互动品质上就可以看到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如果到了emerging adulthood 那friendship 到底有什么特色 请大家翻到305页 那305页告诉我们说 在emerging adulthood friendship 有什么重要的两个特色 那因为你们书本上有写 我想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大家也看看自己是不是 也在这个时期里面最重要的 跟朋友之间的关系 是这两个 那第一个当然还是 intimacy 就意思就是 还是跟刚刚一样 好就是说 self disclosure跟 loyalty 是重要的 那可是请大家先看 304页的左边有一个图 好 因为我们要看 self disclosing 的 conversation 我们就看 304页的那个图 他画出来的横轴 是你的年龄层 对不对 你的年级 然后他画出来的纵轴呢 是self disclosure 的程度 好 那这个self disclosure 是请好朋友们 录下来之后呢 再由研究者去解码 然后分析 就是他们的那个 self disclosure 成功的程度 然后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发现一个发展趋势 就是自我揭露这件事情呢 在差不多五六年级 就是差不多你生活中的那个 差不多那个时间点 自我揭露会有一个死亡交叉 那这个死亡交叉是 你对父母的自我揭露 会开始比对朋友的自我揭露 要少 那小的时候是 整个小学都还是 对父母的自我揭露 是比对同学 对朋友的自我揭露要多的 可是到了差不多 小学六年级 即国一左右 你会发现 这个自我揭露 主要是对的朋友 然后呢 对朋友的自我揭露 一路往上升 对父母的自我揭露 一路往下降 差不多到高中阶段 到十年级的时候呢 会变成这个 两者的落差会最高 就是高中阶段 你对父母的自我揭露 真是低到谷底 然后对朋友的自我揭露 非常非常高 好 那这样的一个大落差 会在差不多高中的后期 慢慢地减少 孩子们长大以后 他对父母的自我揭露 开始增加 到大学阶段一直在增加 然后呢 对朋友的自我揭露 就是保持差不多 维持在一个现状 或是甚至更少一点 可是说老实话 到了大学阶段 同学们的自我揭露 还是以同侪为主 以朋友为主 那对家长虽然是到了大学以后 高中后期大学升高了 但是还是比父母情要低很多 所以这个是Emerging adulthood 重要的一个就是Friendship feature 就是他还是需要自我揭露 以及要loyalty 那我们会看到 一个发展趋势是这样 另外一件事就是到了 Emerging adulthood 朋友的特色 就是similarity 那你书本上给了你一个很fancy的英文字 叫做Homophili 那这个意思其实也是similarity 就是相似性 就是到了Emerging adulthood 其实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背景 或者是他的 不论是背景啊 或者是他的兴趣啊 或者是对人生的目标啊等等 在各式各样的这些像度里面 你都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相似性 那这个Homophili的意思就是物以类聚的意思 那这个物以类聚就是 所以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关心血液的 你也会很关心血液 然后你们互相影响 然后呢 你会就是对achievement 对成就动机的高低 也是会互相影响 好 那其实Homophili这件事情呢 在过去对亚裔 对华人的研究上呢 非常有意义 就是如果你记得 我们前面在谈那个家庭关系 然后谈到父母的教养风格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到说 在美国的研究 对非伊亚裔 拉丁裔跟白人的家庭的研究里面 发现authoritarian 所谓的威权专制的家庭 对于白人家庭 或者是黑人家庭 或者是拉丁裔的家庭里面 都发现说authoritarian 是不好的 可是我们曾经讲过authoritarian 在外面的华人家庭 或者是亚裔家庭 他们通常都还是把孩子教得很杰出 然后在学校很活跃 很活泼等等 那大家去问原因何在的时候 曾经有一阵子非常流行的说法 就是华人同伴的Homophili 就是因为这个亚裔的学生 通常会在学校里面 自主的就成为一个群体 那这些亚裔的同学 自主成为一个群体呢 因为他们的可能就是过去 因为这个东亚的 就是传统的儒家 或者是科学制度的背景 让这些孩子的家庭的父母 都很重视学业 那这些孩子自然也重视学业 然后他们互相影响 然后互相给予support 这个Homophili 就让这些亚裔家庭的孩子 非常的在学校里面也是成就很高 然后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 那这样的说法 其实也持续了很多年 可是后来到了1990年代 慢慢被那个Ruth Child的这个管啊 教导啊管教的概念 给就是推到旁边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 也说不定是有道理的 因为的确就是在 在美国的学校里面也会看到 孩子们自然而然的 因为种族的关系而自己 去就是物以类聚成为一个族 那虽然就是说种族 我们不希望它变成种族歧视 但是我想可能你不要去看肤色 或等等可能是这些孩子 本身的背景 家庭教养的方式 就会让这些孩子自然而然的聚在一起 那因为东亚的整个的传统文化的原因 而让这些孩子互相影响 往一个正向的方向走 那这也是一个算是好事吧 那这是我要讲的就是 就是顺便提一下就是homophilia的意义 它背后有一些过往的历史 好 那我们最后在讲frenching的时候 要有一个主题就是 友谊的特色是不是有性别差异 好友谊的特色 其实有非常多的性别差异 你通常会看到男孩子聚在一起呢 就是比较大的团体 所以从第一个 从group size上面 我们就看到差别 友谊的第一个差别是 男生的团体通常比较大 女生的团体通常比较小 因为男生在一起 他们通常都会做什么事情 去打球 然后去做一些活动 而这些活动通常都是很多人一起做 所以呢 男生在一起的group size是比较大的 女生的club 如果同性别的在一起的话 通常是比较小的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讲悄悄话 self disclosure 等等 然后呢 这个interaction pattern 也会有差 你从外写 马上看得到的interaction 你去看男生在一起 男生跟男生在一起讲什么话 女生在一起讲什么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出来 女生都是self disclosure 然后女生会讲提及话 然后互相支持 然后互相告诉对方自己的状况 自己的情感等等 但是男生不会讲这些事情的 我们会说男生在一起呢 是一种 有一个说法叫做ego display 就好像很多熊孔雀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要互相开评 然后互相比较 就是所以很有趣的是 男生在讲话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在比 他们的知识有多丰富 互相的喂给对方自己有的知识 然后互相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去呈现自己最亮丽的那一面 那这个东西我们会说这个其实是seeking dominance 希望在这个同侪的互动中呢 找到自己的地位 那这个可能是跟演化有关 但是就是在平常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可能第一眼就会看到这个interaction pattern 上面 就是男生好像需要去找到自己在同侪的位置 而且希望不断地往上爬 好 那这样子来说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peer attachment 好 我们借用了依恋这个字 那其实真的会依恋的是谁呢 还是女生 那女生她们就是对对方比较容易有 就是产生信任感 然后不断地沟通 然后她们有一种互相interdependent 互相依赖互相依靠的模式会出来 好 那而且呢 在这个互相依靠的模式里面 她们也会有比较多的empathy 好 比较有多的同理心等等 就是互相互为attachment figure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可是男生不会有真正的peer attachment 在情感上的attachment 是没有的 那我们会说男生在一起呢 都是所谓的congenial friend 这个男生的congenial friend congenial是亿气相投的意思 臭味相投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peer attachment 其实只有女生有 那男生会在一起 会有好朋友 但是她们的好朋友 通常是因为她们喜欢同一种运动 有同样的兴趣 对相同的事情关心 那因为她对相同的事情 相同的嗜好等等 所以她们会在一起 那成为就是臭味相投 意气相投的朋友 但是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会发生 就是你如果真的长期去看 合作性的话 其实男生比女生高 就是你去比较难 男生是不是可以一起合作 然后做一件事情 完成一件事情 其实男生的合作性 是比女生好很多的 为什么 其实有学者是用演话来解释 因为这些男生 他可能负责养家 他可能要去打猎 他可能要去种田 那这些工作 其实就算是打猎了 大家一个队伍出去 互相帮忙 互相看守 那才能够把后面的工作目标达成 然后才能够带着猎物回家 才能够求得 就是家庭的温饱 自己的温饱等等 所以从演化上来讲 可能就是男生就是有一个合作性非常高的特质 所以真的在很多的关键的时刻 你会发现男生比女生更愿意合作 它是有学者解释 它是有演化上的意义的 另外一件事 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columination 当我们在讲 psychopathology 讲忧郁的时候 我们也曾说过 如果有一个会造成忧郁的可能性 就是同侪之间 朋友之间的columination 那你当然就可以想到结果了 就是因为女生是互相interdependent 所以如果你碰到了一个depressive的 一个有忧郁倾向的女生的话 她很可能她的同侪 因为跟她 她的朋友 应该是她的朋友 跟她就是因为很要好 所以就互相喂给对方自己的反除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女生的状况 会比男生多很多 就是columination造成的一些问题 也是在女生方面比较多 那都是一些内化性的问题 那比如说depression 或者是anxiety 那都是跟columination有关 那最后 我们再讲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maintenance of friendship 我们的友谊可以持续多久 到底是男生的友谊持续的久 还是女生的友谊持续的久呢 很有趣的是 男生的友谊 我先告诉大家答案 男生的友谊持续的比女生久 尤其在学校阶段是这样 为什么 有一个可能性 是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班级 不论你是因为能力分班 或是跑班 或者是在台湾也是要分班 对不对 因为选组什么等等 要分班 然后国小国中也可能有分班的机会 只要一旦分班 只要一定换学校什么等等 那女生的友谊 常常都没有办法维持 因为距离的关系 想想看你一分班 分到不同班之后 你下课十分钟 你要走半个操场 才到另外一个班的 另外一个同学的班上 那你当然就是不可能 那个友谊 不可能再这么亲近 成为真正每天见面的死到 可是女生需要的这种self-disclosure 要亲密的不断的接触才有的 可是男生不一样 男生他们不需要这样的self-disclosure 他们要的是同样的兴趣 所以如果你都喜欢打篮球 你们分班 你们照样每天在运动场上见面 如果说你去了不同的学校 你们到了周末 你们还是固定在某些地方见面 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件事就是 友谊的维持对青少年来讲 就是到了成人 当然是另外一个是 友谊的维持对青少年来讲 过去所有的研究 都觉得友谊的维持 男生比女生更容易 而且很有趣的是说 男生即使他的好朋友 交了别人的朋友 他不会因此不跟这个人做朋友 就是男生的友谊的排他性比较低 他不会因为他的朋友 跟别人交的朋友 他就不跟他 就不太跟他在一起了或怎样 也是因为他们的group可以比较大 他们的团体可以比较大 所以大家纳进来 都可以变成同一个团体 所以男生的友谊是比较容易维持的 女生的友谊常常因为一些生命中的变动 分班 换学校 搬家什么等等 女生的生命变动 或者是别的朋友交了别的好朋友 他的朋友交了别的好朋友 那这些原因都可能会让女生的友谊维持 比较那么不容易 就是因为别人交了别的朋友了 就self-disclosure 的对象改变了什么等等 就变成不是他了等等 不会这样 所以男生的友谊 其实是女生比女生更容易维持住的 不过现在的科技进步到现在 这个结果是不是还成立 我们还等着看下面的研究结果 我还没有追到 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社群网站 有什么Facebook Instagram 什么什么一大堆的网站 那么在有了这些社群网站 然后大家都每天去上这些社群网站之后 你的所有的朋友 从国小到所有的社团到参加所有的活动 当当当当 很多很多的青少年 他的朋友都是上千人 那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就是这些朋友到底维持了吗 因为你过去的整个生活经验里面 所有的人都还在你的那个 那个data pool 都还在你的资料库里面 你都随时可以看到他的现实动态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到底这个朋友的维持 男生女生是不是还有差别 还是跟过去的研究结果一样呢 还是个未知数 我还没有追到这样子的研究结果 可以告诉大家 要谈同侪关系 大家一定会有兴趣 到底父母在孩子的同侪关系 同侪互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那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切入 那第一个角度就是legitimacy of parental authority 所谓的父母亲的权威 介入同侪互动的时候 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性 好 那在谈这个legitimacy 就是谈这个父母介入的合理性的时候呢 我们就其实要来想想看 父母不是应该全部都不介入 父母也不是应该所有事情都介入 他其实是应该分成不同的social domain 不同的社会的主题 因为这个主题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介入方式 所以我们叫这一派的理论呢 有时候叫做social domain theory 那这个social domain theory 里面 在谈那个parent-adolescence conflict的时候 在谈父母亲跟青少年的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问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event content 就是到底是什么事件的内容 该管或不该管 那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叫做judice ventana 请你看到书本上的298页 就是family peer linkages 的那一大段 就是比较下面的那一大段呢 你看到第二段 第二段他就开始讲到 这个关于social domain的地方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把就是event content的议题 分成不同的issues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issue 比如moral issues 你拿了同学的东西 你在学校作弊 这些东西是moral issues conventional issue 你对老师不敬 你对老师不敬 他不算一个真正的moral issues 你穿的是学校的制服的规定之外的衣服到学校 他也是一个conventional issue 意思就是说他是跟约定俗成的规范 不论是一般的俗成的规范 比如说冒犯长辈 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 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机构团体 里面所约定的规范 比如说学校要不要穿制服 穿什么样的制服 髮型的规定等等 这是conventional issue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呢 religious issue 我们对宗教信仰所采取的态度 我们是不是规定孩子们每个礼拜都要一起跟父母亲上教堂 这是religious issue 那还有一些issue 比如说是prudential issue prudence prudence 是小心谨慎的意思 所以prudential issue意思也就是说一些 是不是合于一个人的作为 是够谨慎小心的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会不会抽烟 喝酒 飙车 那这都可能是对健康什么等等有伤害 是不够小心 对自己的健康不够小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叫它prudential issue 那或者是呢还有一些是 现在这几年 开始呢 国外的关于social domain theory 的研究呢 开始出现呢 叫做academic educational issue 好 这一派的理论呢 最早其实并没有academic educational issue 是慢慢它开始跟亚裔的人合作 或是研究美国的亚裔人士 或是跟香港的人台湾的人合作研究之后 才发现说 哇 其实在某些文化里面 亲子关系的冲突 尤其到了青少年期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跟学业有关的 那在美国社会里面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个issue 可是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很红 很值得大家去研究的重点 就是educational issue 好 那还有一些issue 是所谓的friendship issue 爸爸妈妈不在家 然后同学说 你爸妈不在 我们来你们家开个party好不好 那你就很为难啊 你就觉得说 这个同学说 都说要来我家玩了 他们到底应不应该来呢 好 那我要是要他们来的话 爸妈可能又不允许啊 所以呢 事实上friendship issue 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议题 会让爸爸妈妈跟小孩产生冲突 所以呢 这是friendship issue 也是需要考量的 那还有一些就是multi-facet issue 比如说同学要我作弊 我到底要怎么跟他处理这件事情 那这就是moral issue加friendship issue 是multi-facet issue 那还有一个呢是叫做personal issue 那还有一个呢是叫做personal issue 所谓personal issue 就是说是个人的议题 比如说 你应该拿了你的零用钱以后 应该怎么花 如果说你今天刚刚考完 那就是 比如说考完是放假了 寒假了 那你要怎么样安排你的时间 这到底在不同年纪的小孩 到底有多少是属于自己规定 或是属于爸爸妈妈来规定的 这也会成为一个conflict 所以过去的研究 你可以发现 比如说像moral issues 你去问青少年或是去问家长 到底parental authority 有多少 是父母亲合理的管制范围的话 你会发现在moral issue 或者是religious issue 或者是academic issue的时候 通常青少年跟家长之间的冲突 不会这么大 他们都觉得这些issue 父母亲有authority 有权威 是可以去负责去主导 孩子们应该怎么做的 而这三者之间呢 又以moral issues 你可以想像得到 是不论青少年跟家长 通常都同意说 这件事情 父母亲来管我是对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 就是当我们去定义 什么叫做personal issue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爸爸妈妈跟青少年 定义的方式不一样 那当他们定义方式不一样的时候 父母亲的权威管到多少 就很难讲了 对不对 他管了太多 他自己觉得OK 他不觉得那是personal issue 可是青少年可能就觉得说 你干嘛管我这么多 这是一个personal issue 那又或许说像 我交什么朋友 我交什么朋友 一方面是一个friendship issue 也可能是一个personal issue 我觉得我当然有权利决定 我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啊 那可是爸爸妈妈就觉得说 这个孩子功课不好 那个孩子品性不佳 这个孩子怎么样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我不喜欢 如果爸妈有这么多意见的话 常常冲突的来源就是因为 爸妈觉得我可以管 可是青少年觉得 这就是我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讲 青少年的peer relation 对不对 我们在讲的是同侪互动 同侪关系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涉及 一件事情 当跟朋友有关 尤其是青少年 这么在乎他的同侪 他的友谊 的时间点上 当友谊这件事情 跟道德扯上关系 跟是不是自我的选择 比如说同学要你出去玩 同学要你去买什么样的漫画 同学要你去打什么样的game 好然后同学要跟你在玩 线上游戏要玩多久等等 这些东西 当你涉及了其他跟同学 跟朋友有关的部分 然后呢又 他变成了一个multi-facet factor 他变成了一个multi-facet issue的时候 掺杂了别的状况底下 到底父母可以管多少 就变得更复杂 所以我们会在这样子的情境底下 去看这个social domain theory 就是因为到了青少年期 很多亲子冲突的议题 其实最终都发现是multi-facet 然后跟同侪有关 跟朋友有关 好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 从parental authority来讲 这个父母亲怎么样 介入青少年的同侪关系 那我们也可以 换一个另外的角度来看 父母亲在同侪互动 同侪关系的发展中 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父母亲可以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的多样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那第一个我们从secure attachment 来讲 如果说一个孩子 跟父母亲有很好的安全依恋的关系的话 那你可以想到是说 这个安全依恋通常是以父母的敏感度 反应性为基础 好那透过这个敏感度 反应性呢 孩子们就是长期来讲 对父母亲以及对自己 对世界都有一种信任 觉得自己是self worth 是有价值的 而且觉得别人是可信任的 好那所以当孩子觉得自己有价值 别人可信任的时候 他其实在人际关系上 就不只对父母 而且对别的孩子 也会有信任 对而且呢 他因为看到了父母亲的 sensitivity跟responsiveness 所以呢 他可能也学会了父母亲的social skill 对人的信任 以及对人的温暖 以及反应 以及敏感 那么其实对这个孩子来说 他都在开始与同侪交往之前 他自己的个性上 就已经占了一些先机 那而且呢 再来就是说 当父母亲 对他来说是secured attachment figure 的时候呢 他其实会对父母亲的行为 父母亲的attitude 对父母亲看事情的角度 他是采取信任的 那如果说他 愿意信任父母 因为他有好的依恋关系 愿意信任父母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愿意 认同父母对事情的看法 认同父母对朋友的选择 认同父母跟朋友在一起 应该怎么做 然后才对朋友好 然后或者是说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可以做 所以他对于父母的认同 他相信父母 其实对于他自己 在这个待人处事上 本身就是有帮助的 别说他是 social skill 也可以从父母那边学来而已 好 那么第二点呢 当然就是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好 那么如果说 父母亲从过去到现在 都一方面有 warmth 一方面有温暖 然后另外一方面 又给了孩子很好的界限的话 这是指什么呢 这是指父母亲其实对孩子 在某个范围里面 是愿意听孩子的意见 聆听孩子 然后一起对孩子的行为模式 做一些规范 是在孩子的同意的状况底下 那意思也就是说 父母亲要对孩子 有足够多的尊重 好 那这些尊重本身 也会传染给孩子 让他知道说 当我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我是需要对别人有所尊重的 而且你也记得 当我们在讲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的时候 我们讲到说 这些父母的孩子有什么特色 比如说他比较活泼 他比较外向 可是问题是说 他愿意自我负责 这是我们过去就是 很多很多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说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就是民主权威的孩子 是有这样的特色的 因为他愿意为自己负责 因为他很外向 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所以他通常有 比较好的社会关系 那我们有讲到说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本身的那个亲子互动 是聆听 是尊重 所以这个孩子也愿意 把聆听与尊重的 父母的特性 学起来的话 那其实对这个孩子来说 他在与同侪的交往上 也会非常有利 再来就是 parental choice of neighborhood 学区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现实的 就是说父母亲如果他稍微有 一点点经济能力 他能够把孩子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社区 不論是地點 不論是學校 不論是社區的很多公園 什麼什麼等等的設施 其實都是讓父母親 能夠給孩子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交到比較好的朋友 然後有跟朋友互動的機會的一個契機 所以這個父母親怎麼樣去安排 孩子的生活環境 物理空間 或者是人際空間 其實就是父母親做的事情 甚至是父母要跟什麼樣的父母交朋友 他自己所選擇的朋友 也就創造了一個新的人際空間 讓他的朋友的小孩可以跟孩子在一起玩 這些人際空間 物理空間的安排 其實也是父母可以帶給孩子的 不同的同儕關係 還有就是父母本身怎麼樣對同儕 他對他自己的同儕是什麼樣子 父母會不會讓孩子看到他與朋友的交往方式 你說 爸爸媽媽成年人跟朋友交往 孩子會看到嗎 也許不一定會直接看得到 可是比如說爸爸媽媽在吃晚飯的時候聊天 很多dinner time conversation 事實上對孩子的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你不要忽略了 每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吃飯的時間 那二十分鐘 了不起三十分鐘 除了營養之外 其實父母親之間 如何去取捨自己在人際關係中要討論的 要想的事情 或者甚至有的時候在人際關係中 涉及一些道德議題規範議題 等等不同的議題的時候 他怎麼樣跟他的朋友之間溝通 他怎麼樣做取捨 其實這些小小的事情 都會影響到孩子 當他在面對他自己的一些 在同儕關係裡面的挑戰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處理 比如說你怎麼樣去幫助你的朋友 朋友來找你幫助 你可以幫助多少 你怎麼幫助 或者是說當你跟朋友有爭執的時候 你們怎麼樣處理你們的爭執 或者是說當有朋友又告訴你做什麼事情 你其實不願意 比如說有peer pressure 當有這種同儕壓力 peer pressure 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阻擋抵擋 因為你自己心裡有一個公平正義 peer pressure 跟你的公平正義的概念是不合的 那你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狀況 其實這些dinner time conversation 或是父母平常自己在口頭上 互相跟別人談話的內容 都會影響到一個孩子 他的人生觀 他處理人際關係的 或者是道德議題 或者是衝突的 很多很多的層面的處理模式 所以不要小看父母親的modeling 不要以為 你沒有看 孩子看不見父母親跟他的同儕交往 所以不會學起來 其實很多口頭上的 平常在家裡的 互相的聊天 什麼等等的 就會影響到孩子 當然你如果用訓斥的方法 不一定有用 當孩子發生問題 父母親去訓斥的時候 不一定有用 可是他每天以身作則 在他處理他自身事務上 可能反而給孩子的影響是更大的 更淺移默化也更大的 那父母親可不可以直接做什麼呢 我們說這個叫coaching 父母可不可以當教練 其實也是可以的 尤其是比如說 同儕之間有衝突的時候 孩子回來說 我跟誰誰打架了 或者是說同學們在玩 然後那是一個新團體 我不知道怎麼樣進入新團體 我很害羞 或者是說 我們怎麼樣跟朋友 變得更親近 更密切 那如果說孩子覺得說 我怎麼好像總是一個團體裡面的 Outsider 我要怎麼樣變成團體裡面 就是大家 受大家敬愛喜歡 而我也願意幫助別人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幫助別人 才不會讓別人覺得突兀 好這些不論是爭吵上的 或者是進入新團體的 很多的考量 或者是希望自己不要害羞等等 或者是說有爭吵的時候 要怎麼解決 或者同學欺負你要怎麼解決 事實上這些父母親 都是可以幫助孩子的 去跟他聊 去跟他看有什麼樣的方法處理 甚至是很多坊間的 很多給孩童跟青少年 看的很多書籍 兒童文學 青少年文學的書籍 其實都會提供孩子一些可能性 那所以父母不但是 就是跟孩子的談話中 可以去幫助這件事情 那幫他找一些書籍 讓孩子有機會去閱讀到 別人怎麼處理事情 也都是父母親可以做的事情 好 那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以前之前也不斷的提到的 就是monitoring 好 就是 再重複一遍 我好像重複了很多遍了 就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孩子現在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跟誰在一起 他們在做些什麼事情 他幾點要回家 那所有的這些 when where what with whom 等等的問題 那如果說 parental monitoring 做得好 那知道孩子的狀況的話 那而且就是 因為你們關係保持得好 甚至孩子願意隨時自我報告 他目前的狀況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孩子放得遠遠的 讓孩子出去 盡量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他永遠都記得告訴你 那你就不會擔心 那父母親就不會在這個擔心的過程中 故意去限制孩子 讓孩子覺得他的自由 到了青少年期以後 當他需要更多的自由的時候 讓他覺得他的自由受到太多的限制 而把自己跟父母親之間的關係越推越遠 那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父母親要注意的事情 今天我們開始要講的是 internet 跟peer relation 以及就是青少年使用internet 使用網路這件事情 那在此時此刻講這個主題 今天講這個主題其實特別有意義 因為最近才發生了一件可能 同學們都會注意到的事情就是game stop 台灣翻成遊戲驛站的這一個機構 那它是一個連鎖店 那它有股票上市 那可是呢最近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股市的大鯊魚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用先賣後買 所謂在台灣叫做融資 或是叫做放空的方法 那把它比較高價的股票先賣出去 接著等它降低的時候呢 再把它買回來 那麼這樣子它就等於是賺到了錢 可是因為這樣的股市的大鯊魚 做了這樣子的操作之後呢 當然就讓這個股票的股價 開始慢慢的大跌大跌 跌到後來就是變得好像一文不值一樣 那這當然是一種金融精算的操作 傷害了很多其他的小的股民 以及這家公司 所以就是有一個義憤填膺的 我們已經不能叫他青少年了 卻是一個年輕的金融分析師呢 在美國的所謂的像PTT一樣的網站 叫做Reddit 在上面呢 就是說這件事情 就召集了非常非常多 可能是窮困的鄉民 可能不算是有錢的鄉民 大量的上百萬的鄉民去買這個股票 那把它炒熱起來 就讓這個股市的大鯊魚 他沒有辦法用比較便宜的價錢 再把他們已經賣出的股票賣回 那讓這些大公司大鯊魚大鱷魚 虧了一大筆 那麼從此以後得到教訓 不敢再做這樣的操作 那我要講這個故事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在年輕的一代 所謂的網路原住民的一代 他可以使用他的網路的能力 然後比如說我們有幾個字 因為網路 因為全球化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 所謂的 global collaboration 就是全球性的合作 那麼如果說剛剛好 這樣的一個發起人或是這一批人 他是一個所謂的 computational thinker 他可以好好的想 他想要利用 internet做些什麼事情 而且有一個 他做網路的發聲 用一個比較有創新的方式 去發聲 然後去召集一批 有志同道合的人 溝通之後呢 然後他就可以在網路上真的做一些事情 那引起就是非常大範圍的 對社會的影響力 所以如果說這些事情 往好的發展的話 其實是對整個社會 或是整個全球的經濟 或是全球的任何事情 政治啊意識形態啊 或者是人類的權利與平等 公平正義等等 都可能有很好的貢獻 換言之另外一個角度就是 這是一個雙面刃 當我們在學習怎麼樣使用網路的時候 這種網路的素養 那我們現在叫他網路素養 那怎麼樣讓孩子從小 當他接觸網路以後 就開始有 Internet Literacy 有所謂的網路素養 當然Literacy 這個字是 就是他能夠認字的意思 但是現在我們把它講成一種素養 那如果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 有好的網路素養的話 那這樣的媒介是可以幫助 他的 但是事實上對他有非常多的壞處 如果你使用不當的話 那我們就來看看 如果青少年就是 接觸網路 他如果不小心 家長不陪伴 那等等我們可能會發生 什麼樣的事情呢 他其實是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risks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 Internet Usage 的 risk 所謂的危險因子 我們就是從身體上面的功能來講 第一個就是你做太多 你永遠都在網路前面 然後不起來運動 不起來看遠 所以呢 對你的眼睛有非常大的傷害 對你的身體有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當然第一個是Physical Health 然後呢 你因為看網路 看得太高興了 所以呢 就是Sleep 那你整個的睡覺的習慣 睡覺的模式 就是每天的生活 可能都受到影響 那這些就是 你可以看得到的 最明顯的 身體上的功能的喪失 那還有呢 就是除了身體上之外呢 他其實也跟Mental Health有關 跟心理狀況有關 大家現在都常用社群網站 我想大家最知道的就是說 我們在社群網站上 難免喜歡登自己光鮮亮麗的事情 然後喜歡把美美的 去餐廳的食物照起來等等 那麼在這樣子的狀況底下呢 很多的同學 尤其是青少年 看到別人都過得很好 那我們又知道說青少年 其實是一個在危機的階段 如果從Eriksson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是在 找尋自己的Self Identity 那麼在青少年這個階段 當自己的自我意識 或者是自我認定 還不是很穩定 還在探索 還在追尋的時候 他如果看到別人都已經 做完了這件事情 而他自己還在這樣的 彷徨之中的時候 其實是會引發他的焦慮感 甚至是憂鬱感的 所以最常有的狀況 就是說你網路使用太多了 反而有Depression產生 因為自己在網路上覺得總是不如人 然後呢 易發的覺得自己 就是 的自我概念是不清楚的 是彷徨的 另外一個就是 你如果在網路上待久了 你已經忘記怎麼樣跟人接觸了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人與人對話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眼神的接觸 我們與人的距離 然後我們溝通的方式 用語言溝通的方式等等 那都是有一定的 實體互動的一些小小的技巧 跟小小的習慣 但是問題是說網路 即使你是在跟別人互動 在社群網站上 但那還是不一樣的 那甚至你用視訊 也還是不一樣的 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說 孩子們永遠都在網路上面的話 其實對他的 social skills 對他的社會技巧來說 是缺少練習的 那當然現在 比如說 因為很多國家 因為 COVID-19的疫情的關係 必須要全部的lockdown 那其實對孩子來說 就是他在溝通跟 互動的經驗上面 其實就是真的會稍微少一些 然後實體互動的經驗會少一些 那這對長期來講的 social skills 的培養 是有一些影響的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 physical health 跟mental health 兩個部分 那再來 就是在網路上 沒有經驗的青少年 往往會 不小心 信任了他不該信任的人 我們甚至現在 在有些媒體上 都可以看得到 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的人 在網路上會被騙 以為他找到了很好的朋友 久了之後 當他們互通款取之後 突然一下那個人開始說 我家裡發生了巨變 需要跟你借錢 那當然如果網路培養了很好的感情之後 也許他就開始把自己的身家 什麼等等的財產 都拿出來去協助別人 所以被騙 或者是呢 另外一方面是 他把他的personal information 都給別人 那其實是 就是 讓這些人到後來會受傷 我們說這些叫做 internal fraud 或者是 relea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那不論是被人家欺騙 或者是 把自己的information 把自己的個人的隱私 去公佈出來 其實對於這個人長久來講 都是非常大的傷害 那尤其 很多東西在網路上呢 是 你只要登上去了 可能一輩子他就在那邊了 就沒有辦法消除了 那你以為消除他 其實他的那個 基本的過去的record 還是在的 那甚至有人 如果已經下載的話 更是沒有辦法去 除掉他 所以這些internet fraud 或者是relea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其實對人是可能 其實是有很大的傷害的 那再來我們就會講到 還有可能是 除了他自己去丟出去了東西 丟出去了金錢 丟出去了自己的 隱秘的事情之外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internet addiction 好 dsm-5 叫做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那第五版 這個是美國精神醫學會 所發布的診斷的手冊 那麼在最新一期的診斷手冊裡面呢 他已經界定出來了一些internet addiction 那這個字上癮呢 其實並不在他的手冊裡面 但是有一個疾病 是正式被定義出來 放在手冊裡面的 就叫做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簡稱IGD 那當然就是意思就是說 這個人上網 然後玩遊戲 玩到上癮 所以雖然說 現在是有電競產業 那我們也覺得電競產業 或者是在 廣義的sports的定義來講 是的確在一個國家中 對於國家的這個體育發展 我們還是用sports這個字好了 因為他可能比體育 更廣一點 是一種競爭性的活動 好 那麼雖然電競是 在很多國家的發展是重要的 我相信在台灣 大家也看到了一些 很棒的電競選手 但他的確也有可能是 變成了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讓你就是說 你不得不玩 你上網就是有上癮 那我記得以前的課堂上 我們已經講過了 那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很多 去認定自己 或者是你關心的人 是不是有上癮 你是不是有網路上癮這件事情的一些量表 那我想最值得說的兩個呢 一個就是tolerance 一個叫做tolerance 一個叫做withdrawal tolerance 是耐受性的意思 withdrawal 是退縮的意思 那所謂耐受性的意思就是說 你原來只要上網去玩一個鐘頭 你就很快樂了 覺得很滿足了 然後可以下線去做別的事情了 就像你吃毒品一樣 剛開始你只要小量 你就覺得很快樂 然後就解除身體的憂慮 或是解除身體的痛苦等等的功能 可是到後來你就要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那這就是tolerance 就是耐受性 那到最後就變成說你24小時 有20小時都要在上網 你才會安心 不然你睡不著吃不下 然後就是覺得很急躁 然後覺得整個生活沒有 沒有這些internet gaming 你就等於是活不下去了 這個就是你的耐受性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還有就是withdrawal 就是當你沒有辦法得到它 沒有辦法跟它在一起 沒有辦法玩的時候 你就是覺得非常不舒服 你的整個人的社會功能 身體功能都受到影響 那這是withdrawal 所以所謂的上癮 其實最重要的兩個判斷 就是你有沒有耐受性的問題 以及你退縮的問題 好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說是上網 你如果不好好的使用網路 沒有足夠的素養 然後你整天待在上面的話 它其實是有這樣子的可能性的 還有對於青少年來說 還有一些狀況是我們要注意的 比如說 網路上可以操作很多事情 有些人故意操作的事情就是 他不斷的推出 比如說上次我有講過自殺的方法 可以在網路上找得到 然後很多性關係PO在網上 也許對大人來說 他可以去判斷 可是對小小孩來說 其實他是沒有判斷的 那些比較刺激的東西 是不是值得在這麼小的年紀 尤其現在很多孩子上網 甚至在青少年以前就上網了 他是不是應該看到那些東西 都是值得大家討論的 但是現在很多網路是 無遠佛界沒有限制的 你就可以把它登在上面 所以呢就是這些 adult sexual material 是一種misleading information 或者是說你對犯罪的 或者是性方面的 或者是自殺方面的種種 的訊息登在網路上 那對青少年當他並沒有太多的人生經驗的時候 這些資訊到底對他是好還是壞 其實就非常的難講 那還有呢 青少年自己也會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可能會 好 那還有就是青少年喜歡在網路上 隨便下載東西 那可是他隨便下載東西 或是說 就有可能他會侵犯智慧財產權 或是他在網路上登了 他以為OK的東西 但事實上別人是有智慧財產權的 所以呢 viol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所謂的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好 那也會讓他可能會涉及一些法律問題 所以呢 小小孩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是非常要小心的 好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還有一個現在很流行的字眼 叫做 Cyber Bullying 網路霸凌 網路霸凌 Cyber Bullying 的意思 或者是有人也叫他Cyber Harassment 意思就是說你利用網路 然後你用一些方式去攻擊他 然後去恐嚇他 那麼就是會讓受到攻擊 受到恐嚇 受到霸凌的孩子 引發非常大的心理的問題 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甚至是造成了孩子們後來因為受不了這樣的壓力而自殺 那最近這幾年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案例 就叫Amanda Todd 當然你去網路上查 或者是甚至去維基百科查 他都會有專門的網頁 因為網路霸凌 而傷害了自己 或者是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的人的名單 都在維基百科上是可以找得到的 然後有他們的故事 那最近這個東西因為被拍成了紀錄片 所以也是很轟動 那Amanda Todd 她其實過世的時候只有16歲 那她當初就是因為中產階級家庭裡面的 加在加拿大的一個女孩子 她在網路上就是因為跟別人聊天 所以就裸露了自己的身體 那因為裸露了自己的身體 後續的就造成了很多很多陌生人 對她的攻擊 對她的霸凌 對她說出不敬不禮貌的話等等 那最後她受不了這樣子的各式各樣的攻擊 與各式各樣的霸凌 或是各式各樣的取笑之後 她後來就結束了她自己的生命 那你想想看她才16歲 那只是在網路上做錯了一件事情 就是去expose她自己的身體 就造成後面這麼大的危機 其實是大家都沒有想到的 她還是這樣做了 可是其實有的時候 peer bullying不需要任何的原因 只要你不小心被人家當做了一個目標之後 那網路無遠弗界 你就不曉得那個人從哪裡來 然後他也可以匿名 不像在學校的霸凌 你還可以找得到主 就是說找得到那個做事的那個訴諸 原來的那個做這件事情的人是誰 可是在網路的空間裡面 你就根本不曉得他從哪裡跑出來的 到底是你的朋友 還是不是朋友 甚至他在哪個國家都不知道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呢 無名的隨時都有好多好多聲音告訴你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狀況 或是排擠你的時候 其實這個壓力是比真正在現實生活中要更大的 那我想我們可以記得我們以前講過所謂的 relational aggression relational aggression是說 他攻擊你的名聲 他排擠你 他說你的壞話 他講你的八卦 然後把你說的一文不止 他雖然沒有用physical aggression去打你 但是他對你的整個人生 你的自尊 你的self identity的影響可能比肢體攻擊還要大 好 那所以大家的確有一個發現 現在的確有一個結果告訴我們說 你如果是在offline 就是不是在網路上攻擊別人 但是你在平常的生活中 offline real life 裡面 就是一個關係攻擊的高手的人 他其實也比較容易在網路的空間裡面 去做這個 cyber bullying 的事情 就是 offline 的 relational aggressor 其實是跟這個網路上的 cyber bullying 是有相關的 好 那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然後那現在也有研究告訴我們說 你如果是在網路霸凌 Cyber bullying 上面的 victim 是受害者的話 那你的憂鬱的情緒 你的自尊等等 是不是受影響呢 的確也有這樣子的 paper 告訴我們說 的確是有很高的相關的 好 那這些都讓我們知道 Cyber bullying 是值得大家去避免的 那怎麼樣在網路上保護自己是重要的 那另外你們書本上給了你一個字 我就也說一下 那現在有個新的英文字叫做 sexting 那這個字是從 texting 來的 那 texting 當然就是現在大家知道 是發訊息嘛 對不對 我們用各式各樣的 甚至用電話都可以發簡訊 所以發訊息是 texting 所以呢 後來學者就把這個字改了 叫做 sexting 那意思也就是說把自己 自己在網路上或者是 在發給別人的訊息裡面 有一些 sexual message 或者是說甚至是照片 那是別人的照片 或是自己的照片等等 那這些都叫 sexting 那你也可以想到 sexting呢 也就是當初 Amanda Todd 會造成後來被 對 cyber bullying 的一個原因 剛剛開始的那個初始的原因 那 sexting就是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可是有時候青少年只是好玩 大家起哄 那麼就做了這件事情 那未料後面的後果是 一直持續的 它不像一個言語 或是我給你看一張照片 然後我收回來 而是它只要放在網路上 就一直存在那邊 所以這樣子的造成 也造成青少年或是兒童 在他們幼兒的時候做的事情 到最後長大以後 反而一輩子跟著他們 那這個後果是 所謂的媒體素養 或者是網路素養 要積極的培養 讓孩子們從小就有這樣的觀念 而不要受到這樣子的損傷 好 那我們對於青少年 或者是反正就只未成年的人 如果他的素養不夠 所以會造成的傷害的種種 我們就把它一一現在條列出來了 那網路上面 現在當然大家就是流行 Instagram Facebook 等等 網路社群 那網路社群的使用上面 有沒有什麼現在的一些 發現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有趣的Gender Differences 我們發現什麼有趣的 這個性別差異呢 我們發現說 女孩子 她使用各種社群網路的頻率 其實是高於男生的 就是女生用的 Social Networking Size 女生 男生 男生她在網路上她其實 當然她也用Social Networking Site 可是一般來講 平均來講她更喜歡用Online Gaming 這是非常有趣的性別差異 然後我想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男生會使用更多的網路上的遊戲 女生使用的是比較是社群網站上面的 Instagram Facebook 等等來交朋友 有趣的是 雖然男生統計上來講 她用Social Networking 比女生少很多 但是Social Networking 的這些網站上 可能對男生有一些功效 那我們其實過去在講男生的時候 可能有提到一點點 就是男生其實是不大知道怎麼樣 在人與人互動的情境裡面 去把自己心裡真正的很深的情緒與感覺 去講述出來的 那這可能是就是從小不同的性別 被社會化的經驗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就是男生永遠都被 父母親要求做一個強壯的人 尤其是上面過去的世代裡面 一直對男生的要求 就是你要成為一家之主 你要非常的堅強 你不應該表露自己的情緒 所以男生是比較不容易做這種 Self Disclosure 做自我揭露 他們自我揭露的能力是比較差的 尤其是在人與人的互動之中 但是也許這個網路平台 尤其是這些社群網站 反而給了男生一種 我不必真正面對一個人 然後當我不真正面對實體的人的時候 他反而比較容易做Self Disclosure 然後比較容易在就是做深入的溝通 所以現在的研究發現說 男生的Self Disclosure 他的自我揭露 他其實在Online的情境之下 他自我揭露他感覺的舒服程度 比人與人就是見面的時候的自我揭露 他要舒服得多 他要Feel Comfortable 女生反而相反 當你去問女生說他的自我揭露 他希望以什麼樣的形式做自我揭露的時候 女生說我情願是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時候 他對於在網路上自我揭露的舒服的程度 其實反而還是沒有就是 人與人真的與朋友見面的時候 做自我揭露要這麼輕鬆舒服 所以就是男女生反而有不一樣的狀況 那對男生來說 或許他在網路上可以比在實體狀況上 更多的自我揭露 對他來說也是一種抒發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跟Gender Differences 有關的研究發現 接著我們就會去問說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他到底跟 social adjustment 好 那我們就會問說 那 social networking 跟 adjustment 之間 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是不是說我們上社群網站 對我們的平常的生活中的社交活動 或者是說社會的支持 到底有什麼正向或負向的關聯呢 好 那當然不同的研究 現在越來越多這樣的研究 那甚至因為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現實動態的功能 又跟社群網站發文的功能 是不一樣的 你回文跟看文也會不一樣 那基本上來說 我們從一個比較就是 一般的研究發現來說 是發現說 如果你使用社群網站 你的目標是去維持 已經產生的既有的朋友關係 他是有正向效果的 而且這些孩子 他如果就是因為平常 就已經跟朋友交往 但是他又到網路上跟這些朋友 在網路上有互動 可以不論時空的差異 繼續跟自己的朋友有互動的話 那其實他的孤獨感是更低 那他的社會適應是更好 可是如果說 這個孩子他主要上網 在社群網站的目標 是在Pursue New Relationship 比如說你永遠都是公開發文 你永遠都是在網路上 透過網路想要用各式各樣的設備 或者現在有很多手機上的APP的設備 也可以在附近找朋友找新朋友 那這些找新朋友 找新關係的這些功能 如果你特別重視的是新關係的功能的話 其實我們發現說這些人 他通常是孤獨感更深的 那當然我們不曉得哪一個是因哪一個是果 這些都是相關性的研究 他是不是因為孤獨感更深 所以他才積極地想向外交朋友 還是說因為他一直都向外交朋友 然後不去maintain他自己的友誼 花在自己友誼的時間上比較少 所以讓他覺得孤獨 我們不清楚 但是我們發現是說 你如果是以維持舊關係為主的孩子 他其實適應比較好 比較不感覺到寂寞 但是如果他是以找尋新朋友 為主要的社群網站的目標的話 那其實就是要擔心他的適應問題 好 那我們大致上講了一些 跟internet有關的risk 以及這些對於社群網站的發現之後呢 我們就會問說家長到底能夠做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可能就是 尤其在青少年 當然到了一個一定的年紀以後 因為你整天寫作業都要在網路上 可能也沒有辦法家長做太多的限制 但是有幾個基本的原則 我們還是可以守住 去幫助這些還沒有成年的青少年 尤其他比如說還在國小pre-adolescence 或者是國中early adolescence的階段的話 那我們倒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來幫助他呢 一方面就是我們要讓家長 也願意花時間在媒體上 所謂的網路原住民 就是一出生開始就有網路的 現在的說法是差不多是1995年 1996年之後生的 從1996年以後出生的孩子 大概都可以算是網路原住民 那這些人至少在我此時此刻 2021年在談這個主題的時候呢 這些孩子最大的是25歲 那所以25歲可能爸爸媽媽 還沒有生出一個國小五六年級 或是國中的孩子 所以對現在的 現在此時此刻的父母來說呢 他跟他的孩子所接觸的網路 還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第一點 那對一些父母來說 就是你的technology 不論你做哪個行業 不論你有多長需要用網路 現代的父母 不是網路原住民的父母 還是要對這個technology 有所認識 那再來就是讓孩子有所謂的 internet literacy 那我們可以說你需要去當一個critical thinker 你在網路上的每一個舉動 那你可能都要跟孩子 陪著孩子一起告訴他們說 這樣的網路舉動是不是適宜的 別人給你的訊息 別人給你很多的懶人包 你是不是要去接受 然後去思考說這樣子的動作 是不是會對你未來造成傷害 尤其現在這個字很有名 其實他的英文叫做 echo chamber 就是你進到一個小房間去之後呢 你一直聽到你自己的聲音 自己的回音 那中文就叫做同溫層 好 那你當然你在同溫層裡面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你所感受到的 永遠這個網路上 這些internet program 這些app 都會幫你去抓住跟你類似的人 或跟你類似的感受的聲音 那讓你越看越歡喜 然後越被增強了你自己的想法 但是這樣的也限制了你的視角 那當我們在想要做一個 全球化的所謂的 global collaborator 然後去發現一些 就是真實的全球化的狀況的時候呢 如果你永遠待在你的同溫層裡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媒體素養在現在 也是要包括說怎麼樣讓青少年 願意去想辦法避免自己是永遠在自己的同溫層裡 而對這個全球化的狀況呢 有更深層的了解 那就是怎麼樣避開自己的同溫層 你雖然有時候在同溫層裡面覺得很快樂 然後覺得可以鐵視自己的傷口 但是如果離開了同溫層的話 那也許會對你就是你的視野 認識世界以及open-minded 讓自己有更開闊的心胸去認識更多的事情 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還有就是說 那還有一些基本的操作模式 比如說 你要多大的時候才讓孩子拿手機 然後孩子剛剛使用手機的時候 你有什麼辦法能夠限制他 然後呢是不是能夠 讓手機是在public area 使用 意思就是說 他永遠都在客廳裡面才能使用手機 不要帶回房間去 那你想想看 現在對這樣的孩子來說 你對一個國一的孩子 你跟他說孩子 你不能夠在卧室裡面使用手機 這簡直是像天方夜譚一樣 就是對很多家庭來說 是像天方夜譚一樣 那所以呢我想 這個就是要家長跟小孩子開始談條件了 記不記得我們講過authoritative parenting 所謂authoritative parenting 的意思 權威民主的父母 就是當孩子開始有手機 開始有平板 那麼開始要上網做作業 而你又希望說他能夠很有智慧 很有素養的去使用internet 在internet上得到最多的好處 而避免所有的壞處的時候 那可能你剛開始就是要花很多的時間去陪著他 一起學會怎麼樣面對網路上的訊息 以及學會怎麼樣好好的使用網路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可以聽一些專家的建議 去看一些別人就是專家怎麼樣教導你 教導父母親怎麼樣去陪著孩子 使用各式各樣的3C產品 那同時你也做一個authoritative parenting 跟孩子建立一個好的契約 就是你怎麼樣告訴孩子說 在什麼時間你可以使用 那你使用的時間是多久 那你可以在什麼樣的地點使用 需不需要大人陪等等 那麼當你建立一套 跟家庭裡面跟孩子一起商討 建立一套契約之後呢 跟孩子都互相遵守 那意思也就是說家長也要自我紀律 如果他能夠做個好榜樣 在使用這些3C產品的時候 他有他的紀律的話 那他才可以去要求孩子 跟他一起遵守這些他們共同定下的規則 而且可能還有一些處罰規則 那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也許就可以幫助孩子 在Internet的使用上 能夠有所限制 那能夠獲取Internet使用的最佳利益 好 那這是我想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 就是小孩子的Internet使用 以及他跟Peer Group的關係 以及就是如何保護青少年 在這裏有什麼原因 可以做到的主題 是有什麼原因 可以做到的主題 可以做到的主題 可以做到主題